之前台湾对劳工职业病的认定还有补偿的比率 跟国际水准比起来真是低得多 只有韩国的二十分之一 不到北欧的一百分之一 有学者呼吁政府成立一个专责的职灾保险机构 负责职业灾害的认定跟理赔 才不会让从事高危险工作的劳工人心惶惶 数十位劳工家属捧着死去亲人的照片 控告前美国RCA桃园厂 因为有机溶剂污染导致上千名劳工离癌 超过两百位的劳工死亡 并要求二十四亿的赔偿 但这个缠送十多年的跨国案件 因为受害的劳工没有能力举证 工作上导致离癌的清洁剂的名称和成分 政府和资方也都没有保留资料 证据不足因此始终求偿无门 应该是资方来举证 我没有接触这些物质 不然你就得否则你就得认定我是职业病 不是变成由我弱势劳工要去举证 我当初使用的物质是什么 我的暴露是什么 所以我这个得到疾病 我来证明我是职业病 我觉得这个对劳工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但要要求资方举证也有相当的难度 加上多数劳工又对职业伤病和工作之间的关联性 没有足够的认知 让职业伤病的认定更加的困难 而这也导致台湾职业病的认定和补偿比率 远低于国际水准 只有韩国的二十分之一 北欧的一百分之一 有学者指出问题就出在 台湾没有一个独立的职灾保险专者机关 现在整个制度有问题 其他的国家 他们把职业病或是职业伤害造成的 这些职灾的劳工 他们当成农民一样的看待 给他优待 从诊断让他容易诊断 诊断出来以后 预防补偿复工 全面给他照顾到 王龙德说 除了一定要成立职灾 社会保险的专责机关 同时也要和健保医疗照顾制度 做适度的区隔 才能够提升职业伤病的诊断率 帮助受灾者复工 自助黄奖出护产 推广报道 攻击津伤病的诊断 2017年9月1日 这是岩律区隔级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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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照顾